儘管深喉嚨有多深 化多深 說高樓都沒有噴藥 因為工作人員說蚊子不會飛 超過七樓 衛生局表示高樓的蚊子雖然少 但還是有蚊子趁人進出電梯時 夾帶到高樓 甚至台南的登革熱病毒 也有可能以人當作媒介傳到北部 台南市全力防堵疫情擴散 但現在卻傳出 在金門一名正在服役的阿兵哥 休假時回到台南 在醫院幫忙照顧得登革熱的主婦 結果25號收假回到部隊 28號也開始出現肌肉痠痛 發燒等症狀 經過抽血檢查 確認是金門第一例的登革熱病例 那這樣他就不會傳染給其他人 現在這名阿兵哥已經住在病房隔離 病床前還用蚊帳照住 避免被蚊子叮到 造成傳染 而營區也針對寢室所有角落 全面消毒 等個熱疫情從台南放射狀 向外延燒 人心惶惶 記者陳古銘 SNG小組 台南報導